提一下,我刚好有一些发现 因为业界这部分也有专门的人是负责这一块领域的 这一块领域的人其实道行还蛮高的 我有朋友就是做这一方面的 我发现他真的懂得还非常多 而且经常要K书 为什么?因为随时都会容易 因为有新的破解,他要知道 所以其实他也是一个破解高手 你只要问他什么东西怎么破 他都可以说得出来 所以他知道怎么被破 所以他也知道怎么防止被人家破 所以这是相对的 因为APP刚出来没有很久 所以这一块懂的人其实不算太多 有些学生反而对这一块比较有兴趣 他想要将来从事破解与反破解这个工作 也是让学生有一个至少一个方向 了解说他自己为了要做什么 接下来就是有关通讯部分 常常会用到像发简讯 刚刚也有提到那个就是 比如说我今天在这个范围之内 要不要通报家长 安全或者是防众也发个简讯之类的 其实这个都很好用 甚至各行各业都可以做 那怎么去发简讯 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那怎么样接收到简讯 那这一题的话 第一个就是他的功能很简单 第一个就是等待 waiting SMS 我要等待接收到讯息 那我要怎么样发讯息 其实在那个Eclipse里面 当然我们这个是模拟的 如果说我真的要发一个讯息的话 必须要在Eclipse里面的那个DDMS里面 去做模拟的动作 那点到DDMS里面切进来之后呢 这边就有个模拟器 那我当然建议各位 将来可以试着就是把你们的那个实际 可以把它点就是可以把它加进来 将来慢慢用那个实际来测试 可能会更好一些 那点了它之后的话呢 底下我们可以看到 它这边会有那个相关的发简讯的功能 这个被lock cam遮住了 那个应该叫做 device 如果今天这个sample很简单 我想之前我们有带过 就是引开一个number 把它输入一个 这边 我先说 我先说 我先说